人生是一个很长的旅程 但是无论路途有多遥远 Will Odell Subaru都会陪着你 有志在香港与中国法律界驰骋的家国年轻人 可争取在急速冒生的香港中文大学法律学院进修 为将来铺路 上周末有大约130多名学生参加了该法律学院 在多伦多举行的入学资讯讲座 由香港中文大学法律学院院长麦高伟教授率领的代表团 本周访问多伦多 与本地法律界、商界、学术界人士及家长和学生会面 他们星期五出席由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主办的午餐会 就香港回归后的法治及一国两制的发展 以及香港的经济近况发表了演说 中大法律学院院长麦高伟教授介绍 他们这次专程访家 是希望扩大招生网络、罗制海外优秀的人才 只要完成本地中学课程 成绩达到指定要求 就可直接报考中大法律学院 学成后可在港迈上专业之路 如果是在家国攻读其他学位 又希望在港进修法律的话 必须从头开始 即使拥有法律学历 也需要经过学历的认可 实习等程序 所以如果立定志向 在香港从事法律行业的话 完成中学及报读香港的大学化 可以大大的节省时间 各位观众你们好 我叫做许鹤峰 是香港中文大学法律学院的专业顾问 我们这次来到多伦多 是随同香港中文大学法律学院 一个代表团 一起来加拿大 我们会首先在多伦多 下一站我们会去 Edmonton 然后最后就会在温哥华 其实我们今天来 来这里演讲的主题 其实主要是有三方面的 有三个目的 首先就是我们 其实是想和加拿大的 学术家 有一个学术性的交流 第二个主题就是 我们想和加拿大 尤其是多伦多 这边的法律界和商界 分享一下香港的禁况和经验 第三个目的 就是想向多伦多的学生 无论是华裔或者非华裔的学生 介绍一下香港 在香港就读法律 和在香港法律界的发展的机会 但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 是想向这里的学生 介绍给他们听 其实在香港 无论是他们想读 这个本科的学位 或者是读完本科 想读一个研究学位 和法律有关的 有一定的机会 和有一定的发展机会 加拿大和香港 两个有相似的地方 因为大家都是以普通法为基础 当然法律其实是很地区性的 两个地方的成文法有不同 但是原则其实是一样的 至于你说加拿大的学生 如果譬如他其实可以有很多选择 如果他读完中学毕业之后 如果他有机会来香港读法律的话 他可以考虑在香港执业 或者他如果进入国际律师行的话 他也有机会被委派到其他地方 如果是加拿大的本科毕业生 或者现在加拿大 就是从事法律的有关人士 如果想去香港读书 可以读一个法律的研究生学位 如果他们继续申助 想在香港执业 也没有问题 至于你说和加拿大有没有关系 其实有一部分相同的课程 其实可以要透过个学生 自己向加拿大有关的律师会 提出申请 我觉得其实有一部分 应该是可以拿到困面的 为期两天的第十一届 国际金融投资博览会 近日贾多市希尔顿酒店举行 首天会议活动会中国企业 加拿大金融机构和服务提供商 帮助中国公司获得在 加拿大资本市场上市 所需要的服务 第二天会展继续在 烈士喜来登酒店举行 并增加摊位展出相关资料 本次会议议题包括 从宏观经济分析大中华地区 及北美地区的经济 其中包括国家、省、市层面的 政府法规及补贴 在行业层面分析及介绍 北美和大中华地区 生命科学以及资源行业的专家观点 在商业层面介绍 北美及大中华地区的 金融和投资机会 包括介绍与大中华地区合作的 富有潜力的上市公司及私人公司 金融机构、服务提供商 另外又设私人会谈环节 为北美参展公司与大中华地区公司 及多家金融服务供应商有接触的机会 使与会者建立社交网络 国际金融投资博览会 是北美最大规模的中英双语金融盛会 白金赞助道明洪达理财优惠投资经济 亚洲业务总监钟颖辉 于会中为投资者做专题演讲 展望亚洲、欧洲和北美洲经济 以及货币、黄金和商品等价格走势 并与业务发展副总裁陈志玲 业务发展经理张矮伦 和区域业务发展经理在会议中 向出席人士介绍多项网上投资平台 各位你好 我是杜明宏达理财 优惠投资经纪的 亚洲业务总监Alfred 钟永辉 今天在国际金融投资博览会 杜明宏达理财优惠投资经纪的摊位之前 和大家讲几句话 我们今天和大家做了一个讲座 就是讲了环球股市的经济展望 其中当中我提到 北美的股票市场 只占了环球股票市场的35% 如果各位投资者想投资海外的股票 第一可以考虑一下 直接投资在海外的市场 又或者可以买ETF 或者Mutual Fund 或者ADR 如果投资者有兴趣 想直接投资在海外股票市场的话 可以考虑一下 使用我们最新的环球股市交易平台 这个平台可以让大家 在网上即时去买卖 这个十个海外市场的股票 大家还可以用七种不同的货币 去交易和结算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上我们的中文网址 www.tdwaterhouse.ca 去看一下这个新环球股市交易平台的资料 大家还可以在网上面 可以看到这个国粤语的平台演示 多谢大家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大多故事 下次再见 大多故事 是由乌鲁丝SUPARU特约赞助播出